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叔给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利马Major小组赛的第二个场次 有Liquid对战HR双方BO2第二场 来看看这场比赛的阵容 这场比赛HR给URIE拿出来了一个TB三号位的谜团 船长加上兽 然后再加一个狮王 五号位的狮王 这个阵容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四宝一 Liquid则是拿出来了中单的穿山甲 大哥位呢放了一个先知 大哥位的先知 然后三号位这场比赛给在面拿出了他的DN角首 三号位的DN角首 我在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有给大家推荐过 Liquid这边拿了个三幅开局啊 开心了 三幅开局 那中单穿山甲的这个瓶子又可以比较早的做出来 而且穿山甲去跟船长对线的话 不会吃什么太大的亏 你水捞我拍地板 反正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对吧 PB现在好少见了 比赛热门吗 比赛目前的热门一号位就只有丽娜和先知 可能称得上是热门 其他的C都属于就是没得选了拿出来凑合用 熊战是算是一个近战C里边能拿出来用的 然后小鱼也还凑合 就这么几个 外条这块开始自己的弹幕冲击 这一个弹幕冲击打满了呀 虽然强壮如兽也是被直接打掉了将近一半的血 狮王一个人在下落 狮王这么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老奶奶加上大树这两个人 其实狮王如果前期他的血量掉的太多 是要小心的 很容易被对手直接过来抬走 然后因为老奶奶这个英雄 他的这个爆发太高了 这里对方是勾过来了兵线 然后呢给上一个减速 两个人互相叫一波 英三姐这个时候是被对手给打怂了 他觉得打不过对手 得吃磨瓣 英三姐这波其实不应该一直走 他应该果断的回头去给打拳头 因为他走了半天 他没有对方移速快 他并没有能够躲掉 多躲掉几个平A 如果他和老奶奶直接转头反打的话 刚才这波应该是有机会能拼掉 当然了他最后没死 回来了那就没问题 就是不去跟对方搏命 也是一个智慧 因为确实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没打过对方 被对方击杀了 那待会回来的时候 就是他一级对方二级 那就更打不过了 这里关注的时候 马尔斯魔晶感觉没啥用 马尔斯的魔晶很有用 甚至在很多的比赛场次里面 可以说是质变者 马尔斯那个魔晶 就是他这个长矛能戳一个人 和能戳两个人 差别很大的 真的差别很大 我不骗你 现在穿战甲在中路18-3 那么船长17-3 两个人果然是不到差不太多 血量上面的话 穿战甲占一点便宜 架路的对线打到目前为止 电影角手11-0 TB17-6 在前期的一个对线上面 大树这里给上一个进生种子 但是跟对手不敢硬打呀 这个大树 给了回来的时候 把树甲给到自己对手身上 这里兜一圈回来 老奶奶的家底 现在一二技能 一技能已经有了二级 这里一个平射补刀 由于TB开变身了 所以这个软身稍微怂一点点 不要让对方TB在变身的时候 A到太多下 上路这块兽 直接开启拍地板 准备搞一波事情 在这发条 直接一个框 框住两个人 先知把自己的树人 提前埋伏到前面 先A掉对方所有的小谜团 还剩了两只 A掉了一些 A掉小谜团以后 这里再开始A对方的英雄 船长这里给上一个水 一个水刀 清一个远程兵 消耗一下兵线的血量 不过先知在上路仍然发育的非常舒服 两边都是三号位的日子过的一般 但是三号位在游戏的前期大部分时间里面 老奶奶的优势是很大的 她的大招不值钱 而且她的大招伤害高 前期的效果更容易打出来 距离更远 那说现在物理流马尔斯还能玩吗 不能玩 物理流马尔斯自从她的A杖技能改了以后 就不能玩了 以前的物理流马尔斯 主要是因为她的A杖足够厉害 然后自己被控雷又输出 看下看了这个倒影给出来 狮王力墓碑 没有加秃度 所以拆墓碑的话速度有点慢 打掉这个墓碑以后 喂饼就一下往远处撤 还有减速没有 大树这块现在身上的技能全用过了 但是只有一个TP来追的话 这个伤害不够 下路两边一直在互相的纠缠 但是这个纠缠的结果呢 还是老奶奶这边 其实现在逐渐的已经缓上来了 大树这里又被对方给上一个倒影 开始在那不停的穿树林 看他的颠绝手 因为他是肯定先去做这个秘法鞋的 他有了秘法鞋以后 大树的蓝量就有保障了 而TB不可能做秘法鞋 所以这个蓝量打着打着 射往这边就吃亏了 卫饼砸中 给一拳 给一枪 再给一枪 漂亮 完成击杀 一直等到了三级 利坏了才稳稳的抓了一个机会 完成对大树的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呢 TB的经济 是落后对手的 电影决手 先知在上路 空一波 对方开始跑 这里再招数人 卡位 发条直接往右下 都吗 没有 中路这块差一点被对方的船长完成一个单杀呀 尼沙这些血量也是非常的残 一旦就是中了对方的一个差距水架水刀三连 但是最后的伤害差一点没完成击杀 老奶奶这块卫柄开溜 大树在这个地方稍微掩护一下 给上一个寄生种子 老奶奶想过来蹭着 加一点血 结果没成功 转身给TB一个平射 消耗一下 顺便给对方减个速 穿战甲其实现在可以来下路抓一波 穿战甲可以来下路抓一波 上路不用管 上路先知加八条 两个人已经把对方碾压了 他来了也用不上他 这边瘦 开启一个拍地板 直接拍出去 漂亮 还行 这波没有让对方抓住机会 船长这场比赛 因为他第一个插船水 刚才已经给过了 所以他没法去边路支援 但是穿战甲不一样 穿战甲的车是有的 而且穿战甲开车过去撞TB的话 TB一点半步都没有 他说这个三号位老奶奶 走团队还是先手 走团队先手还是输出 他肯定是走团队装 他既不是走先手 也不是走输出 他是纯团队装 秘法 梅肯 大鞋先出来 然后看情况是做挑战 还是做 看情况是做笛子 还是做吃宫甲 这些东西都有了以后 然后再做个推推之类的 推推微光什么之类的 等这些装备都做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他差不多快到20级了 再开始补输出就行了 如果特别有钱 然后但是等级又不高 甚至还可以再出给一张 这款卫柄 砸到一个屏射上栏 然后直接突突掉对方的墓碑 转身继续输出 这个跑不掉了 这个位置感觉 回头吸一口 大树线没有技能 TB过来给两下 还好 船长支援过来 穿战甲来得比对方要晚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这里撞了两下的话 撞不到了 这里再撞一下对手的狮王 过来找狮王是对的 狮王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脱 Nice 尼扎的这个穿战甲 技能放的相当的稳健 这样在下路完成了一个 降落的一换一夜 但是狮王比较开心 因为能赚了一波经验 这里老奶奶直接开大 减速给上 TB 现在只有5级 你看这个就是 电影角色的作用 之前一直给大家疯狂的吹 我说让大家去尝试练 这个三号为电影角色 就是这个原因 他的输出来的非常的早 极其的早 然后在拥有一个极早的输出的能力的情况下 他的爆发又不会说 很快的就被对手的装备成长和血量成长去覆盖掉 因为没有哪个英雄真的能扛得住 老奶奶的这个卫柄 平射大招 这一套伤害上来 需要很长时间 甚至你可能需要BKB 你才能顶 真正意义上顶得住 然后老奶奶这些所有的伤害 跟他的装备又没有一毛钱关系 然后他刷浅又快 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做同一种 看穿人甲这个位置 一个戳 没戳 戳早了一点点 没有拍地板 身上没有魔伐 这一个水道送走 Nice 听一下这一波被对方击杀掉的 应该说是对手提高一筹吧 对方船长的这个水 拉回来的时间太极像了 什么事 要帮助Dyer的中间 Dyer的中间 都不逗你 这些热感 叶 大人在这儿 背饼 各应你一下 船长在中路这波击杀之后的经济直接是起飞了 那看一看这个中单船长能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的中单船长大多数都是相位双护腕 然后直接出刃甲 拿刃甲来作为自己补充刷钱能力 和补充这个正面团战能力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重要的组成部分 刃甲这块回头一个戳 直接戳一下 这里骗一下走位 想放一个技能 但是标记没给上的话 刃甲是完全不虚的 他说现在月灵之气是狗都不出吗 不是 月灵之气现在很多比赛的场次里面 其实他仍然可以出 比如这场比赛 月灵之气就可以出 而且现在电影角手啊 像是谜团啊 等等类似的这种三号位 其实月灵之气的登场并不算特别的罕见 如果对方的团战输出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 伤害是来自于这个物理伤害的话 那么月灵之气就很好用 有大树这个位置真能扛啊 可真能扛啊 这个大树 大树这波虽然因三界最终是没有能够扛住对手的合击 但是能看得出来靠着寄生种子再加上这个竖点 对方的双大哥在这围剿了他半天 而且是提前给了一大堆的技能 终于是完成了一个击杀 团长现在的节奏还是不错的 下路中路打的都不错 看下兽这里一个突上来 并没有能够撞到人 大树开始利用自己的树甲给修塔了 然后八条再上路稍微拖一拖 看看队友有没有人能过来去守 不过面对现在这个六级的兽 七级的谜团 这个守我感觉要出事啊 boxy这个地方肯定是没了 穿人甲落地以后 这个车得开起来 这个车要提前开起来 哎呦绕得不错 绕得不错 这里拍地板捡一下 哎呦没中 这里一个车戳死 想要送也没有成功 被穿人甲非常及时的一个车戳死了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兽躲 车躲得很漂亮 这里老奶奶一个平车 然后再加一个拍地板 直接秒掉了对方的先知 转身再开一个大招 送到你的失望 再接一个车 妮莎完成三杀呀 哎呦 上路的一个完美团 结果hr这边有点膨胀了 这个 这个膨胀的真的太没有必要了 原本船长的经济要领先 结果这一下变成跟对方持平了 他说中单船长出一张魔晶那套怎么样 现在的中单船长就是出那套 现在的中单船长就是出那套 开一下兽这边 突我撞过来 让穿上甲里给上一个车 这里 好一扫子坚速 穿上甲拍地板 背对手 直接一个大招 钻住 还有对手支援吗 来的是一个TB 穿上甲里给上一个车 开车起来 那么这个 还是给撞一下了 有点可惜 老奶奶这边再想过来去打 的话有点不太好打 一个平射 再拍地板 完成击杀 接着开车往前撞 但是对方的这个兽啊 反应很快 直接就是给上了一个托 往回走一段 这个大杀特杀被穿上甲终结掉以后 尼莎的经济已经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超过了对手的船长 TB的经济现在是5300块钱 大叔现在先知是不是雷锤直接A 先知现在不是啊 先知的A账就是直接出A的那种打法 目前来看的话收益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打法 你兽突过来并没有找到 然后再开拍地板找点这个大树 找到了 大树这个地方被钻住 漂亮 对方能开树的人实在是太快了 但是话说过来 一个大树吃这么多技能也算不亏 团队经济的话 目前Liquid是完成了一个 也不是反超吧 一直就是领先一些 只过领先的不多 船长这边的经济还是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 再一个装备做BKP BKP完了以后 估计应该要补魔精 发觉这个勾漂亮 这个停车停的nice 到这个地方开始想要去打掉对方的蜀 不过没有成功了 只是一个卫柄跳进来 完成其他 然后转身又是一个大招 打到对手solo头上 我发现在妹的这个DN角手 在开大砸solo的 失望这件事情上面 做的是真的彻底 这场比赛 我看见的所有大招 几乎都是在瞄着solo砸 两把都要爆打 从实力上来讲的话 Liquid打HR 就应该是爆打 应该是爆打 TB的经济现在追上来了不少 6800已经追上了对方DN角手 团队经济还是在逐渐的一点点的在拉开 这这兽 胃柄没有砸到 对方的兽 拖了一下 没下高地 被狂住了 尴尬了 穿上甲开车 直接撞进来 带走 然后再直接找了一个很小的角度 开回来 我这个车技相当厉害啊 你这里撞一下 没有上来 直接一个戳跟回来 但是感觉要尴尬了 有能拍地板吗 魔晶再拍一个地板 往回走 这波很秀 大叔大叔 定住对方所有人 穿上甲转头 一个戳 戳到对方所有人 然后这个时候看看大叔 开一个树 往回跑 还行 我刚才 妮莎的这个变 魔晶技能变弹 然后利用对方推自己 就是接一个跳 直接跳走 这个操作实在是大爱秀 老奶奶这边 就直接果断开大 船长目前 好像距离有点太远了 后边都覆盖不到了 这点 没有能够覆盖到 那么这样的话 船长还是被对方包护 直接带走 失望过来 吸一口三个人 弥尔拿着拉住两个 但是仙芝往回撤了一步 没有拉到仙芝 拉死了对手 妮莎 这个竹袋比赛被终结 仙芝顶在前面 对手给一个树甲 BOXY这块手里有勾 掩护一下这个仙芝 狂住对手 用自己的这条命 来换仙芝的命 仙芝也是非常机智的 直接是断掉这个兵线 利用一个树 断掉兵线和对方的TB 然后TB回家 而且更牛的是 这个发条他没死 这个发条不光没死 还配合对手 反杀掉了对方的一个迷团 自己全身而退 天哪 利快的这个团战打的 完美的个人选手和团队配合 没得挑啊 几乎都 方式的绝活八条 这个玩意儿 确实厉害 真的厉害 看到利快的这波开悟 绕过来 正好抓到了 优瑞 优瑞一边出去了 V柄 一平A 直接带走 根本来不及开大 开也没有大招 发战甲这边进来以后呢 应该是这里给上一枪 没有找到 应该是有扫描 没有扫描 没有扫描的话不好抓了 有扫描的话 他们应该会往上面扫一下 等会儿八条的照明火箭 好像看到了 哦没有 差一点点 刚才这个迷团在这 迷团在这个位置 他的照明火箭就歪了一点 大龙一打 带走以后呢 现在穿战甲的装备 是密法鞋加一个 散饰 然后准备出的是 跳刀加晕锤 团长的魔晶买了没有啊 还没有 他还在做BKB 迷团身上的装备 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祭品 做了一个祭品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是 大鞋加运凝聚气 看看这个TP 能走掉吗 没走掉 非常准的一个齿轮 弹掉对手 这样的话 迷团白给了 迷团这个太可惜了 其实迷团TP的位置 实际已经相当相当相当不错了 这个确实是季高一分 没办法 现在的这支液体打比赛 看的真的太晚了 八条这块直接一个先手 框住老奶奶又是一个大招 砸到了solo 失望的头上 大家走的以后 BOXY这个位置能走掉吗 这波没机会了 船长给了一个标记 拉回来 穿人家开车 直接定住 撞两下 第三下 队友的一个推推 再加一个换血 把TP救下来 然后自己直接秃走 这波逆扇也不贪 逆扇也完全不贪 一看撞不死你 我果断就回撤了 这里 船长给上一套技能 老奶奶准备 卫柄没有 但是船长这个技能 后续也没有接 这里看 穿山甲给了一个戳 想上去留人 没有来得及 船长这里再给上一个标记 还不走 你再不走要出事了 你再不走真的要出事了 我不信你这个大招 能拉住好几个人 说实话 看看这个先知 有没有机会 给先知秒了 有 先知飞过来的 那个位置有点尴尬 但是第一条命 已经换掉你了 然后你一条大招 拉住了两个人 可惜自己被秒 先知要起身以后 开BKB 老奶奶这个地方 肯定是要追你的 再给一顿图图 没打死 不过问题不大 先知大招 弹过来完成击杀 这块船长开启BKB 躲掉对手 一个拍地板 发条的狗并没有咒 不够的影响 不大 一个照片火箭 给到视野 对手直接把兵线推上来 中路的二塔 只要稍微再A几下 就可以直接带走 发条跟大树 不依不饶的 还是想去继续追杀 对方的一个兽 不过兽利用 自己这边有视野优势 还是带我回跑 穿上甲再继续追 有散尸吗 有散尸吗 有 散尸好了以后 这里再拍个地板 走一下 再给照片火箭 提前开视野 穿上甲又是一个车 完成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剩下两个队友 在中路已经拆掉了 对方中二塔 什么都不耽误 一切都如计划的一样 太坏了 太坏了 去Urish OG 这边又转会了 没转会 是Urish临时过来替补的 BB现在没有什么 能刷钱的空间 他虽然一直在 努力的往上追这个经济 但是没有多少经济能给他了 他们这边还要让船长 再刷掉一部分 谜团就算是完全不刷钱 现在地图上 也就只够一个人去刷钱了 然后HR这个阵容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他不具备那种 说我把经济权让给一个人 然后靠着一个人翻盘的能力 大家一会勾完了以后 先知大师弹上来 船一手 先穿上这里 给自己一个标 给一个船游 然后BKB直接TP 看到穿人甲 已经在后排带走了 对方的失望 这样BKB是用掉了 船也用掉了 对方看看 要不要抓一个机会 直接上高呢 猎权的现在 其实是有上高的资本 谜团的大招还有一分钟 船长的大招 也还有将近一分钟 然后BKB的话 也一分多招 不过按照液体的比赛节奏 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上高 他们会在这个时候 找他们打架 他会主动的找对面打架 这个胃柄 没有出来 对方魔精 我会推一下 Oboxy这个勾勾的漂亮 但又拖了一点时间 老奶奶这个地方A帐 吃了一下队友 想要吐上一个大树 把他用所有人缠住 来给先知飞过来 开团的一个机会 但是对方已经完成了 对于八条的击杀 所以这拨也是上不去了 老奶奶的A帐准备扔谁 肯定是扔大树 这场比赛肯定是扔大树 老奶奶这边 跟咱们预测的装备 是差不多的 出了一个大鞋 然后直接做A下一装备 准备补的是跳 因为这场比赛他太有钱了 实在是太有钱了 而且对方又不值得他去出 吃红甲或者是笛子这种装备 他出某每一个装备 好像都不是特别划算的样子 所以他就不出了 直接出一张 出完一张以后 他可以再看情况补 我就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可以再补一个团队装 如果我出完这把跳刀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等级到了18级 18级甚至19级 那我就可以考虑去补物理装了 比如出一个暗面 或者出一个 先出一个水晶剑之类的 出完暗面和水晶剑以后 老奶奶下一个装备要出 我们就出BKB 把BKB做出来 BKB做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他的等级差不多来到2023 234 然后再去更新下一个物理输出装 就够了 这个爆发 穿山甲这边17级过来一个爆发 然后狮王这里被老奶奶 一个平射直接送走 妖怪般的杀戮 再没这样比赛 目前是八杀零死十一注 这个数据比穿山甲还要豪华的多 我感觉他这场比赛 杀的这八个人里边 应该有五个 有四五个吧 我觉得应该都是solo的这个失望 赤红甲的作用是什么 没怎么见过这个装备 赤红甲它是一个针对对方那种高攻速 低攻击力的单位 很好使的一个道具 非常好使 哎哟 A仗发条 抓住对方的TB 大树在这不着急 框着你 穿着你开车 撞一下 再撞一下 直接送走游蕊 将游蕊的TB被秒 秒完了以后 公路这里老奶奶吃发条 吐过来 还还真砸中了 又是一个大招 再没再拿一个solo的人头 我的天哪 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一定要看一下 电影角色杀了多少次 这个失望 我感觉真的是 拿失望在这刷人头的 在这刷数据的 那些照明火箭 三发照明火箭 吐过来 并没有中 发条这个英雄 因为现在版本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装备可做 所以一般就是裸 而且关键裸 以后他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三发照明火箭 除了可以用来 开很多的视野之外 这个技能的伤害 其实特别高 特别特别高 很多人容易去低估 他这个照明火箭的 一个伤害 这个玩意儿 他的伤害 可不是会 不会因为 我一个火箭砸到你 然后另外两个火箭 就不产生伤害 他一样有伤害 而且呢 这个技能 他的CD 在A帐开启了以后的 这个CD就三秒钟 他还可以帮着 清兵线超远距离 清兵线超远距离 给输出 然后超远距离 去给视野 如果不考虑 发条这个英雄 一般作为一个 辅助位的一个角色 来说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照明火箭 你光看那个照明火箭 那个伤害 老奶奶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 就是吐了一个什么东西 吐了个冰过来 你看这个照明火箭 这全是视野 全是视野 整个地图 就完全是一个 扔到月球上的一个照明弹 直接照向地球的那个感觉 我看这个圈子 我看这个圈子 就像是一样的 我看这个圈子 转一下,转两下,一个戳,戳晕,一个瓶也拿到人头 坚持的经济已经来到了两万块 老奶奶这边又是一个大招开出来,又瞄着死了 这里照明火箭给到视野,老奶奶这边感觉追不上了 大概28分钟,差一万五的经济 那么照明火箭甚至扔到了对方的门前 看看谜团只能是给对方大树一个增悟 但是并没有什么后续的伤害和控制性能能跟上 团队经济方面一万五千块 这里面有一万块来自于先知领先谜团的经济 发展甲船长,电阅角手和TP的经济其实持平的 这里大树破雾,关屋里和老奶奶被饼还砸晕了两个 然后发条一个勾,再勾住两个 大树开大又框出了对手三个人 受了大招过来钻住大树 发条在前面扛了无数的输出 先知飞过来开始给伤害 这样发条暂时和大树两个人换掉了对方的一个失望 那这波正面团战你别说第一时间没打过 那第二时间呢,穿战甲开车过来了 小心一点不要把自己卡在一个角落里面 第二下没有能够撞到 被对方给了一个大招 这里卫柄出不来 然后这个穿战甲再一个戳 还是被TP的PH就A死 先知赶紧往回走 船长这里给了一个潮汐波并没有能够刮到 看一下米开决定跟对手拼了 那这里再接着给评回A死对方的谜团 我去,这什么伤害 这什么伤害 这先知这输出有点过分了呀 先知回头招了一波树人 直接把TP吓跑了 TP过去看了呀,先知打扰了打扰了 这一波是勉强打赢了 但是这个打赢的话一方面HR这波抗战整体打的还算不错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开户的第一时间明显HR要更坚决一点 而HR也知道这个机会不多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一个先手 他们这个阵容如果打后手的话很难打 对方发条给到的视野优势太大了 如果他们不去打先手而去打一个后手的话 那所有人的位置几乎全在对方的视野范围内 这块穿战甲留住对手的一个一团发条勾过来 然后再加上先知 哎呦,这里还有一个狮王 狮王也被直接A死几下秒杀 那抓一个灵魂2 这里另外一侧船长的BKB也被破开出来了 船长这里一个车戳上去 船长给上一个插一个水全中 但是自己没有船没有BKB了 先知直接走到你的高地上面 开始去拆你的下路的高地的一个塔 那米开这套比赛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撒弹 撒弹还是好 撒弹还是好 我试试 再得继续用树开视野 身上带的是连野长弓 加上一个大推推 所以攻击距离足够远 这个时候看到对方的人差不多活了 也是选择理智的先撤一下 还是太稳了 太求稳了 算着对手迷团的大招CD差不多正好了 也是选择求稳的先撤一下 就是给上招品火箭 扔到对方不停的往对方高地上扔 所以知道对手现在家里没人 哦 跳刀 大招钻住 但是发跳的端 端的太及时了 船长的技能和迷团的技能 其实都给上了秒掉一个漂亮 潮起波定一下 看看米开第一条命直接交掉 哦 这个有机会啊 大树这个地方过来后 尤瑞换血换到了再妹 先知站起来以后 往回车一下 大招扔出去 BKB开起来 老奶奶吃了一个野怪 吐过来 完成对TP的击杀 先知里再框住对方的船长 推推过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兽 直接吐走 米开的先知完成双杀 这波团战 应该说HR已经打到极下了 已经打出来自己 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没办法呀 这个先知站起来以后 一个大招甩出界 BKB开原地战路 而且再妹了老奶奶 非常灵性的 找到了野怪吐过来 砸晕了对方的TP 然后直接完成对TP的击杀 TP换血也成功了 输出也打出来了 环战第一波也打赢了 先知了周山盾也打掉了 但就是大拨 这个没办法 还是整体的经济差太多 差太多了 这把迷团过来给上一发增悟 大鞋赶紧加一下 我的天 这个血线大推推再过来 两个平A 直接把迷团送走 先知继续超人 打完这波回来 然后接着拆对方的中路高地 队友已经全都复活了 两个队友已经马上就要赶到正面战场 那么穿战甲是刚刚踢到了 自己家中路的二塔 往正面战场再赶 老奶奶这个地方跳刀过来 这个地方吃一个你的大招 然后队友就有机会了 看看发条勾过来留住 石王被留住以后 船长这个船给的不错 然后这里潮汐波推回来两个 给上一个水刀 在里面直接卫兵往回走 但是好像还是有点难跑 雪凉有点跌 手指里跳刀出来一个图 nice 但是自己回不去了呀 传染家这边开车 逼一下对方后排的走位 尤其是TB TB暂时没有变身 选择是开着自己的进展形态 然后一个BKB穿上去顶了一下 不过并没有对对方文称 任何的有效击杀 再接一个车伤害还是不够 没办法 尼莎想比赛 因为做的是一个散尸 大树这边一个大招 刹车漂亮 尼莎这边轮盘帮忙 大树直接冲出来一个大招刹车 没有让对方追上了 打完以后人都出来了 37比16 但是谜团的大招CD还差30秒 瘦的大招CD已经撞好了 还有机会 对AX来说还有机会 因为中路的高地并没有破 内外的扫了一下上路的高地这个位置 这里照明火箭给上去 本体发现了一个勾勾中 然后直接魔晶的火箭背包逼走 勾你一下我就逼走 这里接着给你扔罩 没火箭 这个地方看看大树 这里丢一发集成种子 船长这里还在挑刀往前追 技能全都给到一个大树的话 这里兽突过来 还行 还行 没有交更多的技能 只是一个标记一个水 大家一个潮汐波 那这个技能的损失可以接受 能换台吗 翻不了 不换台 因为咱们这边不光是直播 还同时要录制视频 所以比赛肯定要录完整的 给发条一个勾 勾过来 然后直接筐 框住了魔晶背包飞走 老奶奶朝远距离开大 排死谜团 这边谜团击杀掉了以后呢 照明火箭往前走 先知这边疯狂输出 优瑞 优瑞BKBTP回到家里边 但是你没有BKB了 这个正面团怎么打呢 这边应该打不了了 先知传到上路去收一下兵线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26级了 选择加了一个传送无CD 也完全不用担心 自己出去支援的时候 队友被对方抓机会 这里打晕了吧 这方卫柄 砸晕 看一下有没有后续技能 接上漂亮转身 BKB直接被打出来 先知后传到正面战场 稍微懒了一点点 蜂王输出一下 站在原地 一顿平A 八条又是一个勾 勾住的TB TB这波打不了了 TB没有BKB 他在正面根本没有输出的机会 直接被秒 Nice 秒完了以后 大树站在对方的高台上面呢 打掉对方的一个眼 先知传进来以后 再A死尸王 拆掉墓碑 然后可以GG了 这样就可以GG了 可以GG了 现在就算TB买活也没有用 TB买活没有变身 迷团过来大树拉一下 然后直接被戳约 老奶奶开大 秒掉 比赛结束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BOR的第二场 积分赛呢 还是立刻的技高一筹 拿下了对手 HR这场比赛 确实是艰难啊 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原来的一号位没在 如果原来的一号位在的话 这场比赛说不定可以给他去选个先知 因为其实在Ti之前或者Ti期间 能够用一号位大哥打出来这个 一号位先知大哥打出来最好效果的当时就是达克 那这场比赛最后我看了一下 先知是杀了六次失望 先知杀了六次失望 电影角手再也没杀了五次失望 电影角手一共杀了十一个这场比赛 其中有五个是失望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先给大家直播和录制到这里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带来第三轮的比赛 第三轮对战的双方呢 是来自于老干爹 对战TSM 没记错的话是TSM 好了下场见